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真的是世界领先吗 其实中国古代不是科技领先 而是生产力领先 我记得从上学开始 无论是历史课还是语文课 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中华文明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当中 都属于人类文明的最高峰 我的后台经常会受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亚历山大遇到秦始皇会怎么样 田木尔遇到了明成祖会怎么样 叶卡杰利娜和乾隆打一架会怎么样 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 国力强大这个印象里的 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每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巅峰时期 国力确实可以达到世界一流 但是这个一流更多的是指生产力的一流 而不是科技的领先 在之前古代科技发展那一章 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 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 本身就是一个辽阔而且又封闭 复杂却又适合农耕的区域 在这里面完成统一之后 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进行农业生产 足可以生产出远超于西方任何文明的粮食数量 而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开始之前 东西方之间科技差距其实并不大 生产当中能够运用到的物理化学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并不是中华的科技领先世界 而是当时社会稳定的中国王朝 人口巨大 所以生产利益就自然巨大 这个数值哪怕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完成之后 也没有发生那种瞬间的变化 比如在1840年 全世界的人口大约是在12亿 而清朝就有4.1亿的人口 在1820年 清朝的GDP占据世界的30% 在GDP的角度上来看 依然是世界的第一大国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如此巨大的生产力 中华文明没有和西方同步进入到工业社会 而是在清朝这慢了一些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足够用 甚至到了清末 中国的人口出现了极度剩余的情况 这是一张话语清同志二年 也就是1863年的人肉贩卖图 由于耕地的不足 人地矛盾不断被激化 所以在清代的中后期 百姓基本上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那用人的成本自然就更低了 甚至可以说 清末一个百姓的生活状态 还真不如美洲的一个黑奴 除了没有扩大生产的必要之外 还有个原因 那就是农业国家能够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有限的 虽然古代中国相对来说非常富裕强大 但是这个富裕和强大 是历朝历代通过盘剥农民的方式来完成的 人多了 可以盘剥的燃料自然也就多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盛唐时期 依然在关中地区经常爆发大规模流民运动的原因 社会的资源都被王朝赚在朝廷的手里 盛名一点的皇帝会拿这些钱 求一些堤坝 更新一些武器 可一旦遇到了一些乱花钱的 比如说修道 盖旗冠 给朝贡的国家撒钱装大款 那即使是很富裕的王朝 那很快也会破产了 然后继续盘剥农民 整个社会始终都没有完成原始积累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带动科技的进步了